怎么找的 最近很多同学吐槽说 不知道怎么给我们网站反推问题 咱们已经在网站一块钱放了反馈按钮 他们又不点 就放着耳机图标 谁知道这X是客服 还以为是听音乐呢 最近这一个月点击次数才X20多 这按钮有着毛用 我要让所有用户都知道 怎么找我们反推问题 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良心产品 怎么实现我不管 明天上线 哼 完了 做好了 现在路故肯定会点击了 谁让你这么改的 我们这是一个正经网站 不过好像还挺不错的 我说你今天看起来经历这么差 一天展览这个功能累坏了吧 没有没有 这功能可简单了 哦 我也学学看 其实前面我们看到的动漫看板娘 是运用了Live2D技术实现的 通过骨骼动画和物理引擎等技术 能够实现类似3D的立体动画效果 相比于GIF图片 Live2D可以实时的和用户进行互动 更加吸引用户 怎么样是不是迫不及待的 想给自己的网站也正宜着呢 下面只用两分钟 手把手教你怎么给网站 添加一个可爱的Live2D看板娘 对于提高网页点击率和用户访问时长来说 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来不及学的朋友 记得点着收藏 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两样东西 一套Live2D模型文件和让网站加载模型的GS脚本 每个Live2D模型都对应了一组文件 定义了模型信息 物理效果 姿势动作 图片资源等 结构十分复杂 而且模型文件哲式又分MOT和MOT3两个版本 MOT3的模型不仅视觉效果更好 还支持更复杂 更自然流畅的动作 但相应的文件结构也会更复杂 不过别担心 我们可以通过Live2D官网和DTub的开源项目 搜到现成的模型文件 我想二次元的朋友们应该比我更懂在哪里获得这些 哦 等等 我也是等到二次元啊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Live2D的开发是需要消耗大量时间精力的 一般高质量的模型都有版权保护 所以请大家谨慎使用 有的模型文件 我们怎么让它出现在网站上呢 这就需要用到GS脚本 我们可以利用WebGL这一主流的图形渲染技术 来编写GS脚本 但这个技术有一定的复杂度和学习成本 我想哪怕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网站开发者 也不会想要自己写WebGL代码去加载Live2D模型的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现成的库来简化编码 比如2D渲染引擎Pixi.js 或者使用Live2D官方提供的WebSDK 但是啊 如果你没有两把刷子 估计是看不懂那扑朔迷离的官方文档的 要说贴心 还得赐咱广大网友啊 在Github上开玩了不少开箱即用的Live2D加载库 经过我的一番对比 还是苏大树高的这个库最好用 使用它不用自己写一行代码 就能给网站增加看板娘 下面来试一试吧 如果你是小白 只需要复制这一行自动加载脚本的代码 放到你网站HTML页面的head或body中 就可以加载看板娘 来运行网页看下效果 看板娘直接就出来了有没有 支持对话换模型换衣服截图 哎呀突然感觉自己成为前端大佬了 好有成就感啊 厉害 为什么只用这一行代码就实现了呢 其实啊 我们刚刚是加载了下方作者在远程服务器上 提供的JS脚本 这个脚本会帮我们从远程服务器上下载模型文件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你想要自己定义加载哪些模型 以及对话的内容 就不是很方便了 因为你无法登录到别人的服务器去修改脚本 作者虽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但他的做法是搞了一个PHP的后端项目 通过接口的方式来动态获取要加载的模型列表和对话信息 我就给网站加载着看板娘 你还让我去搭一个后端 还让我去学PHP 那我必然是不会这么干的呀 下面我教大家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自定义看板娘 首先将开源项目完整下载到本地 用一个编辑器打开 找到autolod.js文件 这是整个Lineward加载的入口 我们可以看到默认情况下 是从远程地址加载的模型列表和对话信息 其中Init Widget方法非常关键 顾名思义作用是初始化组件 点进去可以看到加载组件的方法 这里新建了一个模型对象 再点进去就进入了模型定义文件 默认情况下是通过网络请求 从远程服务器上加载的模型列表配置 那我们只要把这段逻辑改为 从本地加载我们自己写的模型列表配置 不就可以了吗 没错 想到这里 可能有些同学就去报载这个原文件了 但是这是很不优雅的 我们可以复制单模型定义文件 得到一个新的本地模型定义文件 保证函数和大多数代码不变 只需要将部分代码 修载为加载本地特定位置下的 模型文件和模型配置文件 然后修载加载文件的方法 根据开发者传入的配置信息 决定是否从本地加载模型 做完这些之后 你需要重新打包一下修载完的文件 由于项目用NPM进行管理 你需要先安装Node.js服务 然后在项目内安装依赖 再执行Build打包 就得到了新的加载文件 改造完毕 下面我们来使用一下改造后的项目吧 先随便写一个小网站 然后将模型文件和模型列表文件 放到项目根目录中 大家可以自行修改模型列表配置文件 最后修改autolog.js加载文件的配置 包括将Line2D路径改为当前路径 修改初始化组件配置为本地 还可以自定义要使用的工具 大功告成 我们来双击文件运行一下 哎呀有点期待啊 哎哎哎哎 不是哥们你人呢 啊 这是因为浏览器为了安全 限制了从本地文件系统直接加载资源的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在本地启动一个服务器来运行网页 这一步肯定难不倒大家 可以直接用开发工具自带的服务器 点一下图标就能正确运行了 也可以自己安装一个服务工具 再参加效果 非常完美 接下来你还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来自定义对话 通过修改工具文件来自定义点击模型旁边图标时 执行的操作 通过增加一些CSS代码来调整模型的位置等等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 我也把代码开源到了自己的getup仓库 大家可以直接使用 让你的网站魅力无穷 不过代价就是模型文件比较大 可能会消耗大量的带宽和流量 我们也在纠结是否真的要给网站应用这个功能呢 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吧